你看 哇 这骨头我估计都是酥烂 没有 你看切的时候那感觉 咚咚咚的感觉 我把这颗大蒜塞到里面 来一小口 粉丝们先吃 哇塞美麦很久没有吃美式烟熏烤肉了 还有那个大的恐龙骨 今天我们中国的老酒配美国的烤肉 我们平前预定了一块很大的牛肉 然后它是在这个炉子里面烤 就炉子有点小 这个盒子里面花木头薰 所以这个其实家里面也可以配 这是我订的一份牛肋骨 哇 不用钱不用钱 直接来吧 这牛胸啊 哇 看到肉我就爽 我已经在咽口水了兄弟们 你帮我切三片下去 哇 好香啊 这个味道对了 是我们在美国吃到的那个味道 特别香 还有那种烟熏的那种味道 哇 太棒了太棒了 你看这肥肉也太肥了 纯肥肉 它其实浪费量挺多的 哇 制作谁不馋 哇 今天我们垫了一整份的恐龙骨 哇 这个咚咚咚的感觉 就低温慢烤 然后还有三片牛胸肉 148块钱半斤250克 那我觉得美金性价比相当的高了 我们第一口 来 粉丝们先吃 我先来了 嗯 嗯 你看这够好吃了 你给粉丝标了一点 嗯 对不起了 加你们一点 哇 今天虚味特别足了 然后上了一份猪肋排 猪肋排相比这个牛肋排 像个贝皮 第二口观众老爷们吃 然后这每一口真的是都是享受 嗯 中国人自己的老酒啊 这个酒好像除了江浙户以外 好像就没人喝了 我到了苏北 鲁南 泥北的地方 就没得卖了 就买不到了 就很神奇 北方的小伙伴好像都喝不太 习惯这个酒 这个是我们江浙绍兴的 族有的酒 黄酒 一般北方人喝黄酒 特别容易费 来 摘一下这个酱 来一双口 这个酱比较好吃吧 烧海酱比较好吃 嗯 完美 黄金酱的来一碗 哇 完美 这个时候必须配生菜 调痛 来一口 啊 太爽了 我们看看这个牛肋果 烤的有多嫩 就是看它骨头能不能直接抽出来 呃 哇 直接能脱下来 太松了吧 肉 贼香 这绝对不是老眼的啊 嘿嘿嘿 再抽一个啊 你看 哇 对对的香味 哇 随便抽 你看 这骨头我估计都是酥烂的 哦 没有 嘿嘿嘿 我擦 来来来 打开看一下啊 哇 完全酥烂 给你们看一下 它就是要里面是红红的 然后这说明里面是低温慢烤烤出来的 你看 切的时候那感觉 咚咚咚的感觉 我们见证旗帜的时刻 哇 鸡太爽了 给你们看一下它的横前面 我让黄金酱稍微再一点 我把这一颗大蒜塞到里 来一小口 嗯 挺贵的 特别牛胸好吃 区别在哪里 牛胸肉是瘦归瘦 肥归肥 你可以想象就是虎花肉 对不对 一块瘦一块肥 但这个肉它的肥和瘦 是结合在一起 一口进去 就是很嫩很汁水 然后又有肥肉又有鸡肉 就又不腻又不柴 哇 那感觉 就跟吃巧克力一样 嗯 完美 看我 绝了 哇 一切都值了 我觉得今天过的一天 因为最顿饭变得perfect 下次还来吃吗 还关门吗 4号关门 上海有 上海可以吃 上海没有这家好吃 你不觉得吗 对 其实没有一家 因为这家它是用小炉子烤的 它就是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到米菜肉上 上海的它是大炉子 因为量太大了 它没办法照顾到米菜肉 对不对 所以这家我觉得特别棒 可惜就是老板朋友圈说 7号就要关门了 给了个笔啊 那我们就把它捏碎了 哇 哇 就把它捏碎啊 上面的筋都是丝 哇 然后它这里面不是有点肥肉吗 我把肥肉的油捏掉 然后把它混到瘦肉里面 就整块肉就 哇 简直完美 来 给我的猪队友 我们来点洋葱 来点屁股 再来点黄蟹酱 再来点烧烤酱 再来点阿根廷的青酱 这些杖你都抹上去 你慢慢的用时间去平 我们跟观众老爷们一起吃一口 还想看出以后的快乐 又翻倍了 没水啊 我觉得不是自助餐 只有这个肉可以让我那么的快乐 那么的爽 嗯 热门 这个真正的就是西式肉酱 可以跟我们西安的肉酱猫拼一下 好吃 猪肋排有没有烟熏味道的 有一点点 也是能退的 都很烂 咱们猪肋排来尝一下 这个有点粉粉嫩吃 嗯 这个跟我自己做的味道差不多 那我就拿 我只有这么说吧 牛肋骨吃过 只是他所有的东西 都是弟弟 牛肋骨好吃多了 今天牛肋骨第一名 太棒了 不然怎么要算还是要量 今天总共消费 老板给我们打了个折 1100块钱 那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